重新结束 Well 前提到细节 和阿弥特лар comments 讲了就是 欲罢不能的 这我们呢 讲到了什么呢 我们刚才中间又在 requests 讲到朋友来帮忙 结果他很来帮忙,但就不会玩 我想对于香港男性来说,更难接受这件事 就是你要玩, money follows joy, joy doesn't follow money 开心是这个,钱是我们很开心的时候就会吸到钱 很简单的这件事,但是我发现要叫一些人去玩是很难的 叫一些男性去玩更加难,他们觉得很内疚 内疚本身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不是先天有的 小时候你见到所有小朋友都很开心 无论男女,他都是喜欢玩的,无论是动态或是静态 他都喜欢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但是慢慢也是 父母、家庭、教育系统一路慢慢让一个人 从一个很起源的状态,变成一个很严肃的 所以其中一件事就是,严肃是赚不到钱的 你没有试过楼盆说,这个楼盆本身是多少尺 而你住得会很开心快乐呢? 不会的,他当然给你很多幻想,你住在这里有多么开心 你和一个人有多么幸福快乐 全部都给你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去扩展 而你觉得真的很快乐,如果住在这里 其实每个人都在这样追求 我现在开始Screen Out,即是西走一些Partners 这些合作的伙伴是一尾只是做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的吸引力也有些问题就是 为什么那些人买清我身呢? 都是叫我帮忙做事,帮忙推广他们 帮忙去买课程,帮忙这些 喂,到过你班人吃饭又不叫我 去饮饭又不叫我,去玩又不叫我 我叫这些Partner来把握 我昨天看了一些资料 有没有搞错 昨天我在网上看的资料,我觉得是 刚才你那个部分是很棒的,很热的机会 我想大部分人都听过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都挺新鲜的 就是叫做80-20 principle 就是你20%的力,会达到80%的结果 而他讲的其中一个Point很inspire我的就是 他讲的时候他发觉就是 原来我生命当中经常和我有互相交流的人 原来只有20%的人会觉得很享受和享受 其余那些其实就是一般 但是我花相同的时间在他身上 那结果那个人就会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应该将我大部分的时间 专注在20%的人身上 那我就会创造更多喜悦 这个我太多话说了 哈哈哈哈 小妹又曾经是某某的赛马会 的会直部的销售经理 Sales Manager 那我就察觉到一个现象就是 我队队是刚刚有101人 是 就是101好搞事 然后我发现呢 我将整个公司过去 就是我接手的时候 我就将公司那年半以来的数 全部摊上出来 那我就看到一件事 咦 原来公司呢 说真的不止80-20%的 其实呢 10-90% 不止 5-95% Exactly 就是其实真正公司 95%的生意呢 是来自5个Sales 那现在没有理由说 全世界95%的财富是 涨压在5%的人手上 然后跟着呢 那小部分的生意呢 是来自另外95个Sales 就是那个Consultant 用来叫Sales 我看到这件事之后 我就发现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呢 我就 正是给那5个Sales 那5个做到事的Sales 非常特殊的服务 什么叫非常特殊的服务呢 就是你要什么资料 或者你是 after office hour 我依然给你服务 你突然间 我现在是什么地点站 我发现我欠了什么 我现在立刻飞滴 拿给你来 是那5个而已 那如果95%是怎么样 就是第一 我就看一下 有没有人可能 在那里找到一些 是跳过的那5% 第二就是什么呢 我只是给一些 一般服务给你 那你说 哇 那你很不公平 不是的 其实95% 他不努力的人 你给他多服务 他觉得你烦 是 所以如果当我们 去这样去做service 或者去run生意 哇 这个非常棒 于是乎 那时候我们是怎么样 我第一个月做 我就认识到Sales target 100万 第二个月200万 第三个月300万 嚇到我们几个老板 个个来骗手的同学 后来我才发现 为什么你这么大反应呢 因为公司开了这么久 平均生意额 都是50万到70万 一个月 但我们第一个月 就已经100万了 那所以你不要看到 这些资料性的东西 是很有用 然后我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到了我后来去卖地 我就发现 上一标这么大队 我只能找到五个人就可以了 最初都要做的 你不可能一开始 就找到五个人 我是很刻意 by intention 我吸过五个人 是 因为我知道这个 我老板就说 不行 你要人多了 香港的保险业 是行人海战的 因为by statistic 如果公司有四万个人 你就每个月有四万张单 你有二万个人 就有二万张单 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如果你细分 我细看这件事的话 我会发现 我做什么事 我要转一个队 有三百人 然后还有三百张单 其实我只不过需要有 五个人 或者十个人 我就应该转到三百张单 我服侍五个人 我照顾你情绪 带你喝茶和你逛街 我几容易 你一对三百人的队 那二百九十个人 有多情绪 多是非 多骚髒 拍手段 我干嘛 我干嘛 不会啊 所以我by intention 到我二千年 这个是九七年和二千年的时候 到我二千年 抱歉 九九年 只欠两年 到我九九年真正进去做投资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不会像老板所说的 AXA你标了一对很大的 第一 香港租很贵 这个位置很贵 第二 我不想整天收电话 这个complain这个 这个 这个又不满意 这个说要抢客 这个说今天肚痛 这个说我妈妈 和老婆吵架不上班 我真的理你都傻 而我这个策略是很合理的 而我也知道 在保险业 有一些人 我认识一对夫妇不开名 很厉害 一年两夫妇 赚二千多万 如果你一 你讲两夫妇 加上二千多万 的话 其实你对家庭很大 在说几百人 是的 是的 你要几百人 你才有一个passive income 但是他多少人 十几人 那为什么十几二十人 可以这么大生意额 那就是精英仔 是 这一件事是很合理的 真的 所以大家 有很多事情是真的 想多一点 就不用那么辛苦 所以我们刚才说 已经去到一个策略的层面 哈哈哈 就是一个 将个专注力 就放在 就是说 最普通的地方 其实也都对的 吸引你法质 你专注什么 其实做直销也是 就是做直销 你想成功 你找五个人 你找到五个自己 或者你找到五个 给自己更加好伤害的自己 就够你 是的 很厉害的 而且重点不是 他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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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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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效率 是的 那个效果是 你看到一些很成功的人 像我老板 我老板以前 一个月 他的打工的收入 小计都二千多万 二千多万 二千多万是2% 他2%上面还有10% 还要分 那就是说 他一年说 小计都几亿了 所以 所以他是新加坡 这个交水最高的人 是 他几乎 就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功课 我里面肯定有一些东西 是拒绝了 而令到我 没有办法去接收更多 所以我要在 透过赚多些钱 或者吸多些钱回来的过程 把里面的东西消解了 这个就是灵性 所以呢 其实很多 在不同节目我都会说 那些人说 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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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性就是说 要脱离物质 怎么怎么怎么 其实呢 这个基本上 在我来说 大部分人 不要说全部人 都是拿来逃避现实的借口 那些人说 打了我 心很平静 但是打完 再回到公司 心就 乱了 没生意了 那个平静是做出来的 里面就很想 打祸 打祸金 那些 其实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以为外在环境 就是说 外在环境 我改变了的时候 我就会OK 而他没有真正正正看回自己 原来就是说 我是 創造外在环境的源头来的 所以 有很多人 经常说 以前 我认识很多 人们都说 以前做什么灵性 反而赚钱都不错 一做灵性就越来越没钱 他说 根本这两样东西是同一样东西 你只不过过去 你用了 就是说 大家在那里竞争 我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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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转入了所谓的灵性 就说 喂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用我做我足够的话 你进入另一个境界 就是说 你是不需要去同场 你发觉 你越来越喜悦 你越来越足够的话 你来的钱是不同 以前的方向 你以前可能那些的 即是那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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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都会剪掉了 为什麽呢 你的脑袋不错 所以你吸回来的 而会有机会有一段时间 去经历这个阶段 但如果你继续坚持下去的时候 而你真的愿意落地 而不是有这种 哦哦哦哦哦 大佬啊 你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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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那里 我说 我讲什么 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即是说 如果我们就说科学 很明显的 量子物理学院 告诉我 物质和能量 根本就同一回事 如果你真的懂灵性的话 即是说你懂能量 你懂能量 为什么你不可以 将能量显化成物质呢 如果你未做到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说你未到达 就不要说我要脱离物质 你应该做到 我随时都可以显化能量的话 这个就是能力 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德兰修女 德兰修女用的钱 全部都在自己里面 全部都在用服务他人的 但是他是不是窮呢 肯定不是 他说我现在需要三千万 他随便拿个电话 打给某个有钱人 说我是德兰修女 我其实现在这个机构 需要三千万 请问你可不可以现在捐给我 那可能听电话那位 邮机 请问你现在需要电汇给你 或者我找人带给你 是这么简单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什么 那个人本身真的有修行 钱对于他来说是随时可以显化的东西 这个是说的 最实际的 如果我们说的日常 我们能够 不要说到那么高 常常拿什么灵性的 label 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很闷 很简单的 人家有自信 钱 我是钱的主人 说完 如果今天 我们没有办法 我需要的生活的钱 我可以随时有的话 钱是你主人 简单来说 你的头脑做了你的主人 你如何透过钱 这个游戏 而做回头脑的主人 就是游戏本身 如果你仍然都说不是 我已经无心追求 好吧 那你显化百万多 你看现在 你显化不了 如果你又需要的话 那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你拿灵修 灵性 来逃避生活 是不是 这个其实 这一件事 本身 已经不是一件 普遍的事 就算以前 灵修 不流行的话 宗教也是 而是 你愿不愿意 最基本贵 你自己身体负责 我有一些数学 忘记了说 巴菲特说得很棒 就是说 你有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求神 求神帮你的话 就是 就是 你相信神 但如果你求神帮你的话 神不帮你 就是什么呢 神相信你 搞得到 说完了 那件事就是这么简单 而你不要常说 我求神神不给我 这是神的旨意 或者这个是宇宙 灵兽 灵性 这个是宇宙安排 拜拜 这件事很棒 有一年 我想零多年 零八月 哇 我真的很失败 很重要 找一些牧师 可以拿到话语 所谓拿到话语 就是 他听到神的声音 就给我们话语 那些叫先知牧师 很有趣 我们基督徒 那个年代 不要绑其他 就绑自己算了 不知道为什么 很怕犯错 整天都说 哎呀神 你的旨意是什么 你的旨意是什么 你告诉我 你想我做些什么 我在那里停了很多年 我真的在那里停了很多年 结果有一天 就问牧师 这个先知牧师 他完全不知道我的东西 他不知道我有多PK 不知道我被人炒了 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坐在面前 他就 他就看着我 他就说 不要再问 不要再问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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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do it 他说 不要再问 你相信你自己 你相信你自己 You can't be wrong You can't be wrong Don't ask why or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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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do it 这样 接着他说 My will is your will Your will is my will 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 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就说 不会的 怎么会 神你的旨意带我 我知道很多 你告诉我 想我怎么做 我可以告诉你 以我亲身经历 神不会告诉你 怎么做的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是 结果我发现是什么 很有趣的 结果一二年 零八一年 差了四年 结果一二年 世间英国法律 什么四年 中间发生很多事 是不是那些不说 下山五百字 五百字 去到一二年 就 开始做网台了 八月 就做这个《多能水真相》 和我们中欲的 然后跟着呢 都是没钱的 都依然是在低局那里 然后跟着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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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发现 咦挺好玩的 然后做一做一做一 我就发现 去到今时今日 你出街这集应该一百七十 如果是当相聚的那个 number 如果是 spiritual money 的第二集 然后我发现 其实是每一次 每一段时间过来之后 是认知自己更多的 如果没有相聚在那里 可能 就是去年妈妈过身 那件事我捱不过 因为相聚给了我的使命感就是 好像没做完 这件事 未成统的 要继续做事 而且是在一路找的时候 是会找自己 那一样我又想 其实相聚真的没有钱 如果这个东西有钱就好了 为什么会令他有钱呢 然后有很多人不让他知道 你们有没有想过 要把它放上去 WeChat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做 就开一个网站 因为现在我们放上YouTube YouTube的话 内地人看不到的 对 What is 我开一个网站 OK 全中国都看到 那伺服器是全中国都看到 然后跟着 我收你一个月费 不要多5元人民币 或者10元人民币 然后里面有几百集给你们看 他们看到你不看为止 然后跟着 那些钱就像这样的 甚至乎是搞微课室 而且我们现在在香港搞 Seminar 很努力的 你知道 香港 enrollment又难做 租金又贵 然后 那些客人有要求高 但是 我有个朋友 他在内地搞微课室 所以你想赚钱 其实真的很多 他做微课室 不多 每一次收5-10元人民币 两年不赚1000元 因为内地的人很渴 又很渴 而且他们是 你只要说的东西是盐之有物 而且你真的有料的话 含金量稍高 他就来 但是香港是 哇 所以我就想想 对啊 其实做到那么长时间 你应该走这路 所以大家小心 就来收钱了 快点看多些 但是 但是这么说 因为新生灵 一去到内地的话 整个游戏就不同了 所以没有 更加好玩 我最喜欢讲钱 因为 国家最喜欢的就是 你 专心去赚钱 正当去赚钱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就这么简单 但是事实上就是 在我的角度就是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搞得这么高尚 那个人如果真的想要 真的透过赚钱的话 他会成长的了 他的生育会成长的了 这个就是 是不需要 是不需要 特别说什么 灵修 我发觉为什么我们不再 不再回教会 就是 第一 我这种人 哪是轮到你可以思想控制我 不要玩 而且我还不需要别人 告诉我 我的生命要怎么做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的 另外就是 教会 不是那么支持你去赚钱 但是为什么我喜欢金刚经 喜欢这个当和水转转石呢 就是格西说的一件很重要的 他说做事有三个原则 做事 第一 你要赚钱 你要赚很多钱 然后令到你钱好像空气那样 就是吸收的就有了 然后你要去哪里想去哪里吃东西 想去哪里买楼 想去哪里旅行 你是出出有余的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有意义 不是 sorry 第二是开心 你做得开心 就是说你做了一项工作 你赚很多钱 但是很不开心 现在外面仍然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但我们六十后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然后用钱来供孩子去外国读书 又买一个豪宅 豪宅 有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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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永远都是在赚钱 第三 是有意义 不要搞错次序 因为很多新心灵导师是搞错次序 就是很有意义 他觉得在帮人 可能做Reiki 或者是SX bar 或者是搞风水 搞什么都好 就很有意义 找不到 第二 搞得很开心 第三 没有钱 他的键就是在钱里 所以 是一定 无论大家是做新心灵 或者是开个小工作方格 你做肩 我见很多人都是死死了 做什么呢 上班多不开心都翻 只要有钱才可以 但是做到自己很喜欢做的东西 就一穷二白 又不收钱 又给你一些东西 所以我很欣赏你 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 其实我不知道你教什么 我看完这个之后 这个也是好策略 看完之后 没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 你知道写这些文字 没什么东西 但我见到500元 500元好闲 这个是什么人来的 收500元 再认识一下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我不是说笑 我在大陆 跟人做一个 一个小时的 工作 我们收3000元人民币 无论是市账 或是现场 我都是这样收的 没有便宜 我一天就免费帮你做 就是我想播种 我想做一些东西 做功德 供应给我自己 我都是有意识去做的 如果不是的话 要找我做consultation 的话 3000元人民币 至少 是这么简单 这件事 那我问题 我不是说有什么 第一就是说 我给你的价值 如果不值3000元 你不会来找我 是不是 第二就是说 不会每个人来找我 我发现 这个是对的 完全 耶 赞成 我发现 我们在这个 有些经验 对吧 但我后来发现 说什么事业 说钱 一定要和他说个mindset 如果他的mindset 搞不定 你和钱的关系不好 或者东西都禁止了 基本上你做什么都没有成功 我以前的灵修导师有一个很棒的 他说 如果你的mindset 是好 是好 打通了的话 anything you touch you turn it into gold 任何你接触的东西 你都会点石成金 都会赚很多钱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做错一件事 很多人问我 哎 好像想打一千 有很多人想问 很多观众的朋友 问我就是 Esta 我真的不知道我人生想做什么 你会听到很多 我说 我不知道我人生想做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想怎么 我说 如果 你每一 你的工作是掃街 OK 每一日掃 三日街 或者掃 三个full day set OK 每个月有十万 你掃不掃 我都说掃的 掃当然掃 那就是个问题 是你的工种 掃街 你可以加很多意义下去 但对我来说 我没太大意义 就是干条街 但是如果你有人不给十万 就是我把事情很夸张化 如果你十万元一个月 给你掃三天 其余的四天是你自己 你掃不掃 掃 那就是说你做什么都不要紧了 那就是这个不是做哪一件事的问题 是你的钱 你的钱通不通 就是说你现在做一件事 找到钱 大部分的人就是 做一份不喜欢做的工 找到很多钱 很合理 因为我们是把卖的 但是做一份很喜欢做的东西 找到钱 是不可以的 然后在这里准备自己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 做一份很不喜欢工作 但是找不到钱 哈哈哈哈 sorry 这是第三个scenario OK 我帮过你 是很普遍的scenario 那又是 我见到有些 很普遍的scenario 然后你跟他说 很简单 你叫他 喂 告诉他 不如你 你试试做这些 喂 做个part time 譬如来介绍你 你做一下直销 有个商机给你 接着就 怎样怎样 怎样不行 又不懂卖东西 可以了 可以了 就是我说 哦 就是说 就是说 你原来真真正正正 觉得不是钱 是你自己所谓的 觉得自己行不行 你的面子 所谓的面子 这个又开始试试第二个话题 before我们试试第二个话题 我突然想起了 刚才我想说 就是我那个 在找几亿年的老板 他下面有12个我 是 一般的全销 一般直销的王头 你说一年 可能找一至二千万 那些 大概是五个key person 但是如果你找到 12个key person 就是我们这些人才 那你就说几亿一年 所以我们说 大家不要常常在这儿找钱 是要找人 当然了 好了 你怎样找好人 就是你的人好 所以很简单 人好 就是找好人 人好 有很多人常说 你如果想成为有钱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给自己 真的有一个有钱人的态度 去做人 不是说你现在很有钱 是你有没有用有钱人的态度 去生活先 有钱人的态度 不代表揮霍 很多人常以为 有钱人态度不代表 有钱人计数比你 有钱人比你 有钱人比你 不是的 你对的 你对的 而是在说 他那份态度 你有没有看清楚那份态度 如果你是那份态度 你自然就要负责 回来 这个本身就是 不是说你刚才说的 就是成为那件事 好了 我补充刚才 我突然间断了一片 他就发现 现在很多些 我们六十后 我六十后 Carmen年轻很多 是 七十 七十后 起码差十年 我们以前那一代 是为了钱做事 是很明显的 我要读大学 我们以前那一代 想法是这样的 但是去到现在 其实九十后 或者二千后那些 真的没有理由这样做 你真的应该可以 我们社会的负数 是可以负责到 你只是想想自己想做什么 有些什么你做就很厉害 然后 譬如我们做双醉 做这么多集 然后接着大家想 如果我每一集 可以赚到一千元 就很开心了 然后我朋友 我朋友 他是做媒体 他说 其实我希望双醉 做到有一天 我一个月可以出到二三万元 我就很开心了 那我就不用做这样的 我只是做双醉 然后我朋友很少 我说你笑什么 他说做得传媒的 起码出二三十万万 你怎么会出二三万元 小姐 所以你觉得太小了 所以我觉得太小了 然后呢 我们要说什么呢 我忘了 已经说了乱七八糟了 不要紧 我想说回 上次我们喝茶 你说的一件事 改变得我很紧 很重要的 真的改变得我很重要 就是做直销的东西 就是做直销的东西 我想我某些是以前的挫败经验 因为以前很多时候是某些经验 令我整天高风际被人炒 而且直销对我来说 我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上次喝茶 你说 为什么你不做 不直销 其实我说过几次 终于真人坐在那里 然后他说 蛤?直销? 他的形象很贴 我的心在相聚那里 我不会做这些东西 而且臭人很麻烦 你知那些主婦 不要说那些主婦 直销很麻烦 我的感觉很麻烦 然后Carmen 你就说 What if 他不麻烦呢? What if 你做一点 他给你很多钱 What if 他令你更加出名呢? 不是一定的 那我认为是的 其实我问错了问题 还有我们对事情的那个judgment 无论是有人找我做直销 或者有人找我做培训 培训我又turn down 全部都 然后接着 其实很多东西都没了之后 就其实 掉门就 那个opportunity 那个机会就没了 所以刚才你提到一个很好的 比如直销 你当一个事件 opportunity在这个家 你 你那个choice 是based on 你那个过去的经验 就是你过去的经验 就是你过去经验了一些东西 人家一说这个机会 你就奪回到以前了 一事话 你去看回就是 喂不是的 这个是过去的经验 而未必等于将来的 我可不可以有新的可能性呢? 是的 然后有趣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就是 我未必是立即会走入直销 但我突然想起 其实我对今天很有兴趣 我有两样的极有兴趣 极极有兴趣 第一是房地产 特别是地 然后由地衍生的房地产 室内设计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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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设计 不错的时候 但我现在就 특grっと想起 如果我想要大便 absorbing 我必须公交 但是之前我就有很多 من乏 就是,搞微货室 和微货室都可以 两年可赚钱 实际上 未必 如果任何的东西都化阅足处 而我只能參加 我们不需要找金主,不需要赞助我们的网络 不需要经常思考这些东西 对吗? 那我变了你的兴趣 昨晚差点开张到睡不着 明天访问Carmen 然后突然想想想 最近是金银这件事出来 因为我知道美国经济都应该很快 这样的了,对吗? 如果美国经济一个嗯嗯 这样的话,金银就会上升了 这样就会突然爆炸 这是一个好机会 不过也没关系的了 已经有一个很深的看法 是关于金银负责的业络 其实跟那个... 不是,我们完了再说 你有什么?金银有直销吗? 有啊,真的有 OK,你差点给资料啊 只剩一分钟啊 哎,说得这么high怎么办 Anyway,好啊 我们今天呢,差不多了 其实还可以说下去,无限不高 我们都没讲这个Garrett Douglas的书 都没讲这件事 Anyway,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就要完啦 好 非常之多谢Carmen上来 其实我没见过他这么好火 阿威威威猛 慢慢在那里圈我 接着我见他说了 我的火就是 哇,周围都是能量的 就让他继续讲了 Anyway,好了 那很快呢 我想大家会再见到Carmen 上来我们的节目了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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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